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0月18日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志愿军的战斗英雄的故事 在上甘岭战役的前后 志愿军发起了一个向敌人打冷枪的运动 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神枪手 在这些神枪手里头 最著名的有两个 一个叫周锡祥 他出名在哪里呢 出名在他命中率极高 号称在上甘岭战役当中 他只用206发子弹 就打死了203名敌人 而且用的是普通步枪 还不是那种狙剧步枪 几乎就是一个子弹 消灭一个敌人 整个上甘岭战役的敌人 就联合国军队死了多少人呢 我查了一下 美军的美军阵亡人数是365名 韩军阵亡人数呢 是1096名 也就是说 这敌军 那这联合国军队阵亡的这些人呢 有15%是周锡祥一个人把他们给干掉的 而且呢 周锡祥他在这个爬冷枪运动中呢 还带动了很多人向他学习 特别是他所在的那个连 各个号称呢 也都是很神的 这一个这个连呢 号称呢 歼灭了敌人三千多名 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用一个连 就歼灭了敌人一个团 那所以如果志愿军在多这么几个年的话 这个朝鲜战争早就结束了 中国军队早就大获全胜了 那在这些志愿军神枪手当中呢 这个周锡祥 他只是命中率最高 他还不是打死的敌人人数最多的 打死的敌人人数最多的 是另外一个神枪手 叫张陶芳 这个人呢 是一个新兵 然后号称 是一开始参军的时候呢 没摸过枪的 那训练的时候还打拖把了 但是呢 号称有一天 那就突然开窍 那就变成了神枪手 就派到战场 是专门去狙击敌人了 他狙击敌人的这事呢 比那个周锡祥呢 要晚一些 那号称他第一天上战场 去狙击敌人 是53年 1953年1月29日 然后呢 打到5月25日 停止了 不再打了 这段时间呢 还要扣除他训练的时间 去开会的时间 实际上在前线 是打敌人的 时间总共是只有32天 那在这32天里头 他号称呢 总共打出了 442发子弹 打死了214名敌人 也就是说 平均呢 差不多两发 比两发子弹多一点 就打死了一名敌人 那这个命中率呢 当然比那个 周锡祥一发子弹 打死一个敌人 要低了 但是呢 实际上也是高得 很惊人的 好 214名敌人 号称在那段时间 是被他打死的 他这个 日期说的 很准确 那 我刚才说了 就 美军 关于朝鲜战争的 资料 都已经全部 公开了 所以 每一天 死了 多少人 死了 是谁 这都有云有星的 全部都 在哪死的 都能够找出来的 跟 这个张陶芳的 部队 对阵的 在阵地 另外一头的 是 美军 部兵 三师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美军部兵 三师 那段时间 53年 1月29号 到 5月25号 这一段时间的 阵亡情况 统计 挨个挨个 给他算了一下 总共多少人 109人 张陶芳 号称在那段时间 就打死了敌人 214人 还不是每天都打 总共才打了 32天 你即使 把每天的阵亡的 敌军阵亡的人数 美军阵亡 如果全部都算给他 也只有 1209人 还不够他打的 那有些人可能说 是不是还有别的联合国军队 跟他对阵 没有 当时呢 就只有美军 步兵三师 在阵地的 另外一面 当然呢 里面有一些 韩国的士兵 他们的阵亡情况 是没有统计在里头的 没有找到 韩国士兵的阵亡的情况 但是这些 韩国士兵是少数 人数比较少 是混编 跟美军混编 在一起的 那么即使有阵亡 那么呢 也会比美军的 阵亡人数 要少 按比例来算的话 最多有个几十名 那你这样加起来 也还不到200名的阵亡 也还不够 这个张陶芳打的 何况呢 即使有一百多名的 这些阵亡 还是分布在 这段时间的 是把那个张陶芳 他的 把他算成是 他每天都上阵场 去打的 更何况的 那个时候 像张陶芳这样的 志愿军的神枪手 打冷枪的神枪手 还多的是 有七八十名 每一个人都号称 打死了几十名敌人 上百名敌人 虽然 那个人数没有像张陶芳 那么夸张 但是 把这些人 都给算上去 他们打死的敌人的人数 都算上去 那美军 那美军那边 联合国军队那边 那更不够 他们打了 还比较奇怪的 还有一点 那就是这个张陶芳 他到五月二十五号之后 停了 不打了 为什么不打了呢 因为他所在的团的番号 是二一四 二一四团 所以呢 他打死敌人 打到二百一十四名 之后呢 就罢手了 金盆洗手了 不打了 这个当然就 让人觉得很纳闷 难道你要打死多少名敌人 还有一个配额的 这人数打到了 你就不打了 那就退下去了 就像他 五月二十五号 他不打了以后呢 这个朝鲜战争 还进行了两个月 才停战的 他少打死了多少敌人 这个这两个月 还继续打下去了 那可以再多打死很多敌人的 难道他打得 手软了 心磁了 发磁爹了 就不打 不再打了 他更真实的 那种情况 就很可能 那当然就是他的这些事迹 其实是编出来的 那么先传出去了 怕说再继续表演下去 会被人家看出破绽 会露现的 所以呢 领导就把他叫停了 叫他 到五月二十五号之后 好了 你已经出名了 功成名就了 那别再打了 别再上战场 去表演去了 就给他叫停了 自愿军的 那些战斗英雄 事迹 我以前说过 那其实呢 有一些呢 那就是三寨的 是苏联英雄的事迹 就包括这些神枪手的事迹 那其实呢 也是苏联那些神枪手的三寨版 就是在二战期间 或者苏联所谓的卫国战争期间 苏联军队呢 号称呢 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神枪手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神枪手 叫做瓦西里扎以采夫 还拍成了电影 被那个好莱坞拍成了电影 什么濒临城下 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这个瓦西里呢 就号称在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时候呢 用极具步枪 打使了德军225名 其中包括十几个敌军的狙击手 里面呢 号称呢 还有一个是德军 狙击学校的校长 叫什么柯林斯 好莱坞的那部电影 讲的就是这两个人对决的故事 其实呢 它是编出来的 那个什么敌军狙击学校的校长 历史上找不到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录 那本来就是苏联军队的一个政治宣传 那这个瓦西里呢 自己后来也办了什么狙击学校 专门培养狙击手 所以瓦西里虽然很出名 是最出名的 苏军的狙击手 但是呢 他打死的那个敌人的人数不是最多的 跟其他的苏军的狙击手的 那个成绩比起来 那么简直是不值一提 他才打死了225人 但是呢 在苏联军队在卫国战争中 号称打死敌人超过300名的狙击手 就有20多人 最多的一个号称打死了敌人500多人 所以光是这20多个狙击手 就可以打死敌军两个团以上的人的兵力了 当然 那这个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那肯定是夸大其词了 但是在理论上 你说一个苏军的狙击手 能够打死个两三百的敌人 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用的是狙击步枪 是有瞄准镜的 是可以把眼处的敌人看得非常的清楚 当然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但是中国志愿军的这些神枪手 用的只是普通的步枪 连个瞄准镜都没有的 那你怎么能够看清眼处的敌人呢 那就完全要靠肉眼 所以呢 必须要宣传这些神枪手 他们的眼睛视力非常的好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有超人的视力 那比如说这个张陶芳 他就声称 说能够看清一百米处的草叶上的毛毛虫 能够看清一百米以外的敌人的眼睛 就在一百米以外的敌人阵地上 那些敌人的眼睛 他也都能够看得清楚 这是什么概念 大家要知道 我们肉眼 它是有一个极限的 就这个分辨力 是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也不可能看清的 这个极限是什么样的 是0.0003弧度 换算一下的话 那就相当于 说在一百米以外能够分辨三厘米的长度 所以你说 能够看清一百米以外的敌人的眼睛 那么这个敌人的眼睛要非常的大 至少得三厘米 那是巨人的眼睛 不是普通人的眼睛 所以那些美国兵 各个长着巨人一样的眼睛 还有你要看清说一百米以外的草叶上的毛毛虫 这毛毛虫的长度 能够达到三厘米 但是宽度 你这宽度也必须达到三厘米 才有可能看清 不然你怎么去跟草叶分辨 那有身宽三厘米的毛毛虫 世界上有吗 没有的 而且你要看清毛毛虫 你说除了身长身宽 你还必须要看清它身体上的图案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也知道那是毛毛虫 那更不可能说看清的 那个分辨率 那是人眼的超过的人的极限 所以如果这个张桃方 号称能够看清一百米处的毛毛虫 能够看清一百米以外的敌人的眼睛 那么它长得就不是人眼 而是望眼镜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